好,我们继续 最后一部分呢,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这个段啊,的一个存储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部分是表空间,存储管理的东西 存储管理这一块呢,就是说白了 就是那个是Oracle,是怎么样管理这个数据 因为我们知道数据呢,是放在这个段上面 是吧,我们知道段呢,都是一些分配了空间的一些对象 那么呢,这些数据呢,就是放在这个对象上面 放在这个段上面去 那放在这个段上面去,这个数据究竟是怎么放法 这里头实际上也是有一些说道的 关于这个说道啊,我还是想多讲一下 按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来说啊 我觉得这个段的管理啊 我们在研究它这个数据存储的时候呢 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比较细微的一个层面 我的意思是说 而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技术的时候啊 一方面呢,我们要把一些技术搞清楚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站 有时候需要站在一个高度上 去来看一些问题 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点 而你比如说就说到我们这个数据块的数据的存储啊 在这个这个块上面怎么存储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搞得很清楚啊 这个数据数据库是怎么管理这个块的 但是有时候在某些场景下面啊 我个人觉得你不是太需要关注这些东西 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啊 你这有你这个数据库啊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据库 比如说装了将近啊 600600T啊 这样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 基本上来讲是很大的数据了啊 600T的数据 假如说给你 我把你这个面前一放啊 就告诉你 我这个系统呢 要装一个600T的这个数据 你如果作为一个DBA 老板会问你啊 你怎么考虑啊 这个事情 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600T的数据入到库里面 你对这个数据库的设计会怎么样呢 如果这时候你会跟他说啊 我们要用这个自动断管理 或者我们要自动手动断管理 这样就是一件比较搞笑的事情啊 因为我们现在远远都没有到那个层面上去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数据嘛 很大的数据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 几乎就没有没有太多的余地 去考虑那么细微的管理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 我这个600T的数据 我放在一台数据库上是不是合适 如果一台数据库是不是合适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因为一台数据库 它挂一个 比如说它假如说啊 就是允许挂一个600T的一个存储 因为现在存储嘛 可以用那种的网络存储嘛 是吧 这种东西 假如说能有这么一个存储 但是呢 你想象一下用户 如果都连到一台服务器上去查这600T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处理能力啊 到底能不能跟上 这是一个问题 是吧 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 首先应该考虑 不是说是把它建成ASSM 还是MSM这种方式 你首先是不是应该考虑 把这个数据给它分散存啊 在MySQL底下叫做拆库 是吧 在Oracle下面呢 我们也可以叫做分布式数据库 就是我们可以建 比如说建十台 十台Oracle数据库 那么每一台上面存60T的数据啊 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 那么相当于每一台数据库的处理的能力 就比以前减少了十分之一 是吧 它的压力 那么呢 因为这个数据可以一起处理嘛 那么这时候查询的响应时间 也可能是以前的十倍啊 是这样的 因此呢 我们在讲这个段存储管理的时候呢 也要告诉大家 不论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啊 大家都要考虑一下 它究竟能为企业带来多大的价值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思一个观点啊 你不要总是去把一些 你有些人啊 我知道有一些技术狂热者 他们对每一种技术都非常狂热 他们恨不得自己知道的每一个技术企业都去用它 但是他却恰恰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对企业的这个价值 嗯 就是说你可能这种技术 你自己认为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这个技术最后产生的效益 你没有没有把它考虑进去的时候呢 啊 这时候呢 你这个本身自己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 那么企业呢 对你的一个评价呢 也不会太高 因此我们在说一个技术的时候呢 还是告诉大家 我在好多课上 在这个新能优化课上 在这个架构课上 也反复的跟大家强调技术的应用场景 嗯 就是不要太沉迷于这个技术 要首先我们想到的不是数据库 能不能用这个技术 而是说首先想到的 我怎么样站在这个企业的角度上 把这个事情解决好 你如果总是从这个角度上考虑问题的话呢 那你的这个境界啊 真的是是会提高的啊 你这个从一个最这个纯粹的技术人员 你你你这样如果能够站在企业的角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 你的境界真的是会提高的 那么你的价值就会提升啊 然后呢 企业就会更加看重你啊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DBA要和业务结合啊 这样的一个思想啊 我一直在灌输这个思想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给你一个600T的数据呢 你不要一下子就考虑我要用Oracle的哪些技术啊 你先用先去考虑我这个用户的需求是什么 比如说他的查询时间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呢 他那个呃各种各种的这个响应时间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你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时候 呃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我这个 我是把它设成MSM和ASM 是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 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我们讲了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 是想告诉大家 每一个技术 他有自己的比较适合的一个一个一个范围 一个范畴 那么断存储管理 我们研究他有没有意义 当然是有意义的了 没有意义我们怎么可能研究他 他的意义究竟在哪 他的意义在于我们这个业务 如果对这个块的这个里面的构造 就是非常敏感的时候 我们会研究这个敏感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里面的数据 里面因为这个他使用不同的方式 会对这个业务产生一些比较明显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称为这个断里面的存储 是一种比较敏感的 对业务是一种比较敏感的 是吧 比较敏锐的 那么什么样的业务是对这个断 这两种机制比较敏感的呢 我认为就是OLTP 因为OLTP啊 大家知道 它是一些很小很小的SQL语句 是吧 就是说 倒不是说这个SQL语句写的很短 而是说它这个SQL语句操作的数据比较少 它通常来讲呢 就操作一个数据块 是吧 比如说它查一行或者两行通常就操作一个数据块 但是呢 它另外的一个特点呢 它并发量大 也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个绘画可能最操作一个数据块 或者说操作一个数据块或者几个数据块 这种大量的用户对单个或者个别的数据块 这种并发的操作就体现出了这个数据块的一种存储方式 会对绘画的这个影响度就会变得很敏感 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我们说 你要是关注这个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关注你的这个业务 是不是能够对数据块的操作 就数据块的操作 数据块的存储这种机制 会对这个业务的这个查询产生一些明显的影响 这时候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要考虑使用这两种方式的其中的一种 来最大程度的满足业务的需求 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600T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题不大 那么你不论说MSM和ASM 我觉得当然不能说一点影响都没有 我觉得它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还是你设计一种架构来解决这个600T 该怎么样存放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说了这么多废话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断的存储管理 所谓断的存储管理 就是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断上的数据该怎么样的管理 Orago提供了两种方法 一种叫MSM 一种是ASM MSM就是全称是 Manual Segment Space Management 手工的这个断空间的管理 手工断空间的管理的意思就是说 允许DBA来设定不同的值 然后用DBA用自己的方式来 来干预这个数据块在断上的一些存储机制 这个叫手工的断管理 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呢 DBA可以手工设定一些对象的存储参数 这个PC Free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 PC Use的 这个都可以设 还有一个Free List的 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 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下呀 我这个DBA 可以自己来通过微调这个参数 我们称为这个微调 因为这个东西就实际上就 你比如说PC Free 就表示一个数据块 里面的一个空间达到多少的时候呢 就不允许在碗里面插了是吧 不允许在碗里面插入数据了 就是这个 这个呢 说到这个的时候 大家也能想到我们这个场景啊 脑海里你自己构想一下 我这个业务甚至需要对数据块的那个存储的容量 一个数据块到百分之多少才允许插入 都到了条都到了这个这个层面了 你想一下它是不是一个块的敏感的型的 那肯定是块的敏感型的啊 手工管理 那么呢 Oracle还有一种自动断管理啊 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在实际啊 以后下面默认啊 就是ASM 你建一张表的话 默认就ASM的啊 这个这个方式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自动的断的管理 它和这个不一样的是吧 这里Oracle呢 在这时候呢 可以把这些参数你都没有用了 Oracle自己来给你 呃 来来设定这些参数 Oracle自己来设定这个PCUst的啊 FreeList的 但是呢 唯一的一个呢 它保留了一个PCFree 就是说在这个 即使在ASM上面 Oracle依然允许你设定PCFree 因为PCFree是一个呃 比较有用的参数 它允许你给这个 给这个数据块留一个空间 是吧 以便以后的这个数据块的一个 呃 一个 比如说Update这样的操作 因为Oracle并不知道你的业务是什么样的 它也不知道你里面的数据是什么样的 它甚至不知道 它更不知道你以后是否会对这个数据做操作 因此呢 它允许你 给你留出这样最后的一个参数 让你来做一个设定 就是说在这时候呢 你在这个自动管理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用这个参数 呃 来来左右你的数据块的一些 这个存储的一些属性 呃 我们先来看一下手工手动断管理啊 手动断管理呢 实际上Oracle就是可以设这样几个参数啊 这几个参数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啊 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 PC free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个地方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的PC free是10 也就是说 我现在的数据啊 一直向里面插 一直插到它的空间剩了10%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数据块就不允许插了 呃 数据块不允许插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让它不允许插呢 实际上在Oracle这个 在这个段里面呀 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表 叫free list 就是空闲列表 啊 这儿有一个free list啊 这儿有一个列表啊 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块 呃 凡是可以玩里面插数据的 呃 块呢 都在这个数据 都会在这个列表里面去 也就是说 Oracle像要想往这个 一个表里插数据 他先要到free list 这个 这个列表里面去找 这个free list的实际上就在断的头部啊 他去free list的这个列表里找 他会找到这个数据块 凡是允许插入的数据块呢 都在这个里面有 他就在里面找到了数据块 然后往里面插入 那么呢 pct use的就是这样的 他给你设定一个10%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数据块里的空间 呃 所剩的这个空闲空间 呃 那当这个当这个空间达到了10%了 到了预警值了 到了pct free这个值了之后呢 这时候这个数据块就会从这个free list的这个列表里面啊 给他移走啊 移走的意思就是这个块已经在free list的里面没有了 那你这个用户玩这个数据库里面 玩这个呃 这个表里插数据的时候呢 他会去这个free list的取数据块 那这个块已经在这个列表里不存在了 那自然就不会向这个块里写数据了 是吧 这个就是pct free的这个这个呃 这个参数的一个含义 呃pct use呢 正好相反 它是表示什么时候呢 这个块允许回到这个free list里面来 呃 之前我们实际上把这两个参数讲过了 现在我们加上free list的再跟大家回顾一遍啊 大家看到现在我们这个插入了之后是吧 插入了这个超过了10%了啊 这个这个所剩的空间超过百分之 呃 就是小于10%了 这时候呢 这时候从这个free list的这个列表里移出来了 移出来之后呢 啊 那这个数据块呢 就不能再插入了 但是呢 假如说 大家看这个啊 这时候已经移出来了 是吧 移出来了 这时候呢 pct free到了10%了 你看 但是它不能insert了 但是它可以删 删当然允许了 你不论你在不在这个这个free list里面 你总是需要让用户来删数据吧 这个你不不可以也不阻止用户删数据啊 因此呢 这时候用户可以可能会删一些数据 那么删了数据之后呢 这个块里的就会减少是吧 块里的这个空间剩余空间就会这个增加 但是它并不是说增加到10%以下 它又会回到free list 它这时候由另外一个参数 pct use来决定了 它删啊删 一直向下删 一直到这个占用的空间在40%以上的时候呢 它全部都还是在这个不允许在free list的 只有它这个空间小于了 它使用的空间这个小于了40% 就是说oracle认为这时候已经很空了你这个数据块 这时候呢 又可以再回到这个free list 你看他这有一句话叫删除达到40%的时候呢 这个块又可以回到这个free list里面去了 那回到free list里面去了之后呢 这时候又可以那个向里面插数据了 这个就是那个pct free pct use和free list 它们三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这样的 这个手动断管理啊 就是允许你来设置这几个值 比如说你可以考虑你的这个表 如果你这个表呢 这个总是要update 是吧 那么这时候你可能pct free 你要考虑一下给它留一个空间 是吧 留出一个空间来 让这个字段要有一个伸缩嘛 因为你可能从一个update 从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字段 一下拉伸到比较长的一个值了之后呢 那你这个数据块的要有一个空间空间给它 这有一个弹性空间 如果你这个表上就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update 这样的操作是吧 根本就没有这个update的操作 因为有没有update的操作 只有你自己清楚啊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最好不过了 那我就pct free 我都不要了 我就直接pct free 等于零 pct free等于零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它就一直可以在这个 free list的用 直到它插满 这样当然这个可以更省空间了 是不是 就是说每个块都近 近其可能的来装这个数据 这个是最好的了 所以呢 这就是手动断管理的时候呢 有这样三个参数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free list 它这个值也有意思啊 这个free list的值就表示它有 它这是一个列表 因为呢 这个列表可以有多个列表 这个一个列表和多个列表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知道啊 用户在插入的时候 它首先要访问这个free list 那如果有成千上万个用户一起要访问一个块的时候呢 它很多个用户都来访问这个free list 那自然会导致一些资源的冲突 最常见的就是一些launch啊 大家如果看性能优化的时候就知道这个launch launch征用啊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因此呢 Oracle允许你设定这个多个free list 就是每比如说几个用户呢 可以访问这个free list 另外一些用户可以访问另外一些free list 也就是说把这个空间空间的列表呢 给它拆成很多个 这样有利于这个增大 这个并发 这个断 断响应 这个并发的能力啊 这个就是free list 因此呢 这个设多少 这个取决于你自己来看看你的业务的情况 如果这用户量比较大的话呢 建议大家free list 要设的大一些 这个就是手动断管理啊 这个是手动断管理的一个示例啊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建了一个表空间 是吧 表空间呢 这样一个表空间 然后呢 我们建了一张表 实际上这张表呢 这个表空间我们建的就是一个 这个手动的断管理的表空间 是吧 minual嘛 是吧 segment space management minual 这就是msm 这就是手动断管理的一个表空间 手动断管理的表空间建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上面建一张表啊 建一张表 你看我们就可以给这张表做一些属性了啊 pctfree等于20 pctuse等于20 然后那个free list等于20啊 next的5兆 就是下一个扩展式5兆啊 就是就这样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查一下的这个表的参数就能查到了 直接从这个这个视图下查一个这张表的存储方面的参数 pctfree pctuse的free list啊 就是我们设定的202020啊这样的 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手动断管理也就是让dba来干预它 呃 当然这里头就需要dba有一些水平了 是吧 他既要了解这个业务的一些操作 然后又要了解他这个数据块的这个管理方式 他甚至要知道这每一种管理可能出现的一些后果 这就要求dba水平要高一些 手动断管理有一些优势也有一些不足啊 优势就是呢他给这个dba啊有更大的空间来管理这个呃数据块 也就是说呃不不像oracle一旦自动化之后呢 oracle就严格按照自己的机制来管理 呃因为这个业务千千差万别嘛 他总是有一些特殊情况 所以oracle用自己的这些自动管理的方法也不能全部都满足 因此呢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呢 可能呃这个手动管理呢可能更好一些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这个自动挡和手动挡一样啊 呃这个自动挡呢当然很舒服了啊 你就是都不用管他 你就踩着油门一直走就好了 但是有一些在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一些加速啊啊瞬间加速啊 或者说一些特殊的这个路段啊 这种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手动呢更好一点 因为手动更灵活一点嘛 手动配合你自己的一些操控 可能这样就更好一些 呃手手手手动自然有他的不足吗 这是显而易见 他就是说参数太多 呃他有很多个参数啊 你要搞清楚每一个参数他的意思 甚至以及他可能出现的一些影响 这个都需要你来了解清楚 呃就是他因为多 所以他而且他的值困难 比如说给这个pct free 呃定为80%呢 还是定为90%呢 还是定为70%呢 这个值呀你真的是很难拿捏 是吧 所以这个值这个参数设定啊 也是一个见比较困难的事情 呃第三个呢需要更高水平的DBA 呃当然了DBA水平肯定要高嘛 你要是不高的话 你都搞不清楚这几个值 究竟对这个系统设定完之后 对这个系统有什么样的影响的话呢 那你这样乱来的话 可能就会出问题啊 下面我来看一下这个自动啊 断管理和手手工断管理不一样的是呢 Auraco从从9i是不是还是实际啊 我认为可能是实际出现了一个自动断管理 自动断管理和手动断管理的区别在于自动断管理呢 Auraco完全是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管理了 不需要你手工管理 也不需要你设定参数了 呃那个自动断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未图的方式来做的管理啊 他通过三层三层未图块来进行管理 什么叫三层呢 实际上也就是他为了这个呃方便就分下等级嘛 你比如说第一层level一 BMBMB啊 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bitmap啊 未图bitmap BM就是bitmap bitmapblock就是未图块啊 就每一个段上段头有一个未图块 我们称为第level一是吧 他这个未图块里面呢 装着这个段里面一些数据的一些分布信息 存储信息 它是用未图的方式存储的 未图是什么意思啊 未图实际上就是oracle里面的一些存储 特别常用的一种技术 通过这个0和1 0 1啊 这种用这个位 用这个bit啊 位就是bit嘛 用这种bit方式来表示它的空间存储情况的一些 比如说它0啊 表示它允许呃有有空间可以插入数据 是吧 1就表示满了 或者这样的一种机制来表呃表示 呃在我们看起来好像010也很多 但是大家知道啊 计算机最擅长的就是处理这种0101这种东西 因此它是一种很快的一种方式 呃 它三级就是这样的 每一个段呢 每一个exand的不是每个段 每一个exand的头有一个level 管理着当前的exand的一些存储 那么呢 第二级呢是由多个exand 几个exand再组成了一个呃 一个上层再构成了一个这个位图 位图这个这个管理区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那就分等级这样管理的更更好好一点 是吧 呃 一层管几个两层管几个啊 这样的 最后呢汇总到第三层 这一个头 这个第三层实际上就是一个头啊 断头啊 断头里面呢 就会管理的整个啊 这个呃 这个位图里面的一些 呃不是 整个这个段里面的一些这个 数据的存储信息 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模式 呃 实际上呢 我们这边多讲一点啊 这个ASM断头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level3啊 这里面呢 它实际上包含了这个每一个exand的存储信息啊 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里面包含了这个 exand0 exand1 exand2啊 这些这些信息都有啊 在每个exand里面呢 它又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呃 信息啊 一些断头有一些这种信息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 啊都是这种断呃 位图的方式啊 0 0 0 1 是不是啊 0 0 1 0啊 这种方式 记录了这里头的空间的一种情况 啊 这个也是 呃 比如说 S1 S2 S3 S4 实际上就是四个绘画 它是在申请空间 在这种模式下的空间 在这种模式下的空间是怎么申请的呢 每一个绘画要获取空间 首先要去访问这个断头 是吧 也就是这个level3 这个位图块 也就是断头 hander啊 他从他这个地方呢 断头会告诉你啊 下一集的这个 下一集level2的这个 你去那个下一个level2里面啊 去看去找这个空间去吧 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 大家看啊 他可以管理很多个level2 是吧 他会就会把这个绘画申请的空间 他从他这里面存储里面就会知道 level2哪个level2里的空间更多一些 然后就把这个绘画分给他 分给第二个 第二个level2 然后第二个level2再往下分 那么第二个level2管着一些level level1的一些这个extend呢 比如说就是这几个了 第一个绘画呢 你看第一个绘画呢 就是从这个level1这个 微图块上得到了一个空间啊 就在这儿是吧 这是level1的 然后level2得到的空间 是在这个地方啊 level3得到的空间 是在这个地方 level4得到的空间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自动断管理 一种他的工作机制 就是这样的 他实际上就是数据块 每一次变化啊 每一次更新 他里面这个数据块 内部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存储情况呢 他就用一种未图的方式 记录在这种每一个level里面去 然后以便于 oracle来评估哪个数据块 能能插入多少的数据 就是这样一种 他好像是分了 我印象中他是分了几集啊 四集好像是 就是说块 如果是满了 是一个状态 然后25%是一个状态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十是一个状态 百分之七十五是一个状态 一百是一个状态 应该是五级吧 这025 就是说这五个状态 然后会对应着位图里面的 那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然后oracle会会对着 那个插入的数据来评估 把这个数据分配给 那个数据块 这个空间是多少的 然后按照这个插入的数据来评估这个 这个就是自动断管理的 大概的一种机制 自动断管理 它的优势显而易见 简化嘛 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 就说到以前那个老话题了 就是自动 oracle的自动化 oracle的自动化不可逆转 不可阻挡 从方方面面 我们会看到oracle的自动化的一个过程 这个对于这个一个搞技术的人来讲 实际上不是不希望看到这个的 因为这个意味着我们的价值将会见低 我们的价值会缩水 但是呢 对于oracle来讲呢 他不这么想 他是为了方便用户 这就像苹果手机一样 是个人就会用那个手机 oracle 看起来oracle的方向也是这个样子的 什么东西都尽可能的自动 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内存 从这个PGA的自动管理 到SGA的自动管理 再到整个内存的自动管理 这个过程 这个很清晰 这个断也是 从最早的这个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 这个字典管理表空间 然后到我们后来的这个 本地管理表空间 然后再从手工断管理 然后再到自动断管理 这又是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一个过程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SQL的优化 oracle里到11G的时候呢 他甚至会跟踪你的SQL的执行计划 然后呢 来动态的调整 或者说那个给给你 生成一些不一样的执行计划 这个都是尽可能的向一些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 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 不可逆转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看清楚这个趋势 那么呢 去做一些真正的能体现自己价值的一些事情去 它的这个优势啊 第一个简化管理 第二个是增大并发度 ASSM因为它是一种优化过的一种自动管理方式 因此它比你的这个手工管理呢 它会更高效一点 这时候呢 我们来念一下这句话 增大并发度意味着呢 如果有多个事物并发访问一个数据块 对于MSM刚才讲到了 它会使用free list的列进行空间管理 这时候会导致大量绘画访问这些列表 这个防写错了 写成反了 先挑出来 以免有一些同学再给我挑出来 然后呢 出现资源的征用 因为在这个手动管理的时候 这个free list的这个机制 会出现这个瓶颈 会出现这个资源征用 在这个自动管理下面呢 没有free list的这个东西了 它不使用free list的 它会使用一些未图的东西来管理 因此呢 它就有效的避免了这种资源的征用和这个等待 又一个写错一个字 不改了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这个自动断管理呢 在run的环境下 也会能够改善并发 就是说因为还是那个和这个手工断管理来说的 因为在这个还是这个free list的惹的祸 在这个runc里面呢 因为要互相访问大量的free list 因为实力 runc是实力和实力之间可能有交叉访问数据块 是吧 也就是说这些数据块要在两个实力的内存之间传递 那么这时候呢 因为大量要访问free list 那么这种free list的这个数据这种这种数据块呢 就可能在多个实力之间来回的这种拷贝 这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征用 那么呢 在runc环境下 他用这个asm 那么就可以避免这个 这种资源的 这种征用 略是 列数是这样的 只是一些民间的一些说法 什么叫民间 就是官方没有说过 是民间很多人这么认为的 我们列在这个地方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有人认为全标扫描在assm存储的情况下呢 全标扫描的性能会下降 我没有 我自己没有去测过 反正是我查了一些资料 很多人在说 在assm管理上这个全标扫描的性能会下降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试一下 Oracle官方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另外一个 就是说在大数据加载的时候 比如说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在加载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性能也会下降 这个倒是比较好理解 因为它是一个自动的过程 自动的过程 它要维护整个一个位图列表 是吧 这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额外的开销 因此呢 它可能会出现性能的下降 这个还是容易理解的 第三个呢 这个呢 可能没有上过性能优化课的同学 可能对比较茫然 那这个集群因子 它会影响集群因子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集群因子在Oracle做这个成本计算的时候非常重要 就是说对这个索引的这个成本计算非常重要 如果你这个集群因子的数值不对的话 那你这个计算车的这个代价可能会偏差 代价一偏差就会出现这个错误的执行计划 后果就非常严重啊 错误的执行计划的后果就是你的SQL语句 会使用一种错误的执行计划去执行 那么最后呢 就是效率低 这就是这个它会影响的这个集群因子这一块 大家要考虑一下 那么对于这节课的同学来讲呢 你可以把这个就忽略掉就可以了 因为这节课呢 我们不会太涉及到性能优化的一些东西 之前呢我们就是把那个整个段啊 就给大家过了一遍 再回顾一遍啊 上一节课说了一个块啊 块完了之后呢 是一个extend的 是一个中间存储的一个单位 然后呢 这节课我们讲了一些段 段里面呢 讲了一些那个段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用说的比较多的是一个临时段的一些 一些用途 然后还说了一下段的压缩 最后呢 我们说了一下段的存储的管理 就是Oracle是怎么管理这个段的数据的 那么最后一块呢 我们就讲到Oracle的这个逻辑结构的最后 最后最后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最上层的一部分 表空间 表空间呢 大家知道是由这个 之前有一个图啊 已经说过了 表空间是由这个数据文件组成的 物理上是由数据文件组成的 逻辑上 它是由一些段组成的 是吧 它是所谓的段 就是表空间上的一些对象组成的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这个Oracle里表空间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有System表空间 SysAux表空间 安度表空间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用户表空间 还有临时表空间 这就Oracle下的一些表空间的一些情况 物理上呢 它们各自的对应了自己的一些文件啊 物理文件 这个 碳表空间呢 对应了一个临时文件 这块关于表空间呢 跟大家说一个大文件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要想起大文件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数据量是变得越来越大了 使用大文件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至少那个我在生产环境中遇到了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呢 有些在创建 在最初创建表空间的时候呢 没有使用大文件 就导致了后面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需要人工干预的一些地方 你比如说 对于普通的数据文件来说啊 因为它是它这个数据文件的大小受到数据块的影响 数据块受什么影响呢 实际上受到一个RowID的影响 这个RowID里面记录这个数据块里面 这个行的一个一个 多少行是吧 因此这个RowID决定了这个数据块能管多少个数据块 在普通里面呢 这个每个数据文件的最多只能放这么多个数据块 也就是二的二十二次方减一 也是四兆四兆个数据块 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 你这个算上这个每个数据块的大小就能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对于一个两k的 每个数据块是两k的话呢 那这个文件最大是8g是吧 对于4k呢 16g 8k呢 32g 16k呢 64g啊 这样一次类推 这样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真的不大 一个文件32g对现在来讲真的不大 因为现在的存储啊 动辄都是上梯了那种的 比如说你一个表 是一个非常大的表 你这个是8k的呢 你32g 你比如说一个一梯的表 那你要键32乘以30个 是吧 差不多要键30个文件 才能满足这个一梯啊 这个这个 这个容量 因此呢 Orako针对这个呢 推出了一个大文件啊 这个大文件那是非常大 它可以使用2的32次方个数据块 也就是4g 4g个数据块 那这和刚才一样的一个算法 就是对一个2k的这个数据块的大文件呢 它可以达到8t 那么4k呢 16t 8k到32t 这个呢 就是大文件 这个东西呢 还是挺有用的 你比如说 那个 它的优势 就是减少数据库 数据库中数据文件的个数 这个可能大家很多人啊 特别是 那个 一些 他们数据量比较少的 总觉得这个不以为然啊 那数据文件嘛 十个几十个 又能怎么样 是 十个几十个 是没有怎么样 当你真的大到一定程度 几百t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你有多少个数据文件 因为每个数据库中的数据文件的个数 是有限的 你不能超出这个个数 64k 那就是64000个数据文件 就不能超过这么多 这就是Oracle给你的一个上限了 那 如果你超过这么多 如果你的业务真的需要这么 这么多个数据文件以上的话 那就真的很麻烦了 超出了Oracle管理 管理能力了 因此呢 大文件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数据文件的个数 另外呢 方便文件的管理 不需要人工干预 也就是说 我给一个表空间直接扔个一个大文件给他 比如说这个大文件 比如说一个8k的啊 16k的啊 这个数据块是16k的 我们可以装多少个 那个 一个16k的就可以装64t啊 就是是不是 一个16k 数据块是16k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文件的话 就可以装16t的数据 64t的数据啊 这个就很厉害了 因此我就直接扔给一个64t 这个 直接把它建成这样的一个数据文件 让它无限制的扩展 一直可以扩展到64t啊 这个就 只要我的存储足够 只要我自己心里想着我的存储的一个 呃 多少 只要我自己能够确信我存储足够的话呢 那我就给它建一个大文件 让它自动扩展啊 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式 可以有效的减少人工的干预 也可以减少这个 因为数据不能扩展导致的一些业务 数据库 这个停止啊 或者一些报错这样的一些 故障的发生 还有一个啊 就是说对数据文件头的一个开销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对文件头的开销这个事情啊 大家知道啊 CKPT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东西就是更新数据文件头的 之前我们在那个内存和后台进程 那一节课讲过了 你比如说你的数据库有6000个文件 那如果你做一次checkpoint的话 你要更新一次6000个文件头 这是什么什么概念啊 另外一个 就是说你这个在关酷的时候 因为关酷要做一次checkpoint嘛 也是要把整个内存中的数据 写到这个数据文件上 同时要更新数据文件的头 要更新6000个 这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因此呢 这个呢 它可以有效减少数据文件头的开销 因为文件少了嘛 文件少了这个这个同步的这种就少了 这个写文件头的这样的工作量啊 就会降下来了 那这个就是大文件表空间的一个好处 因此呢 我推荐大家使用大文件 那大文件创建 大文件这个东西呢 必须是在建表空间的时候 就要建成建成大文件的 你比如说 我要建一个表空间B一个 那我首先要指定一个这个关键字啊 create big file 加一个big file啊 就最后建的就是一个大文件 最后呢 我只要在这个 在这个这个 表空间 big这个表空间上建一个表 那么这个表呢 就是这个大文件下边的表 它就能扩展到非常非常的大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大的尺寸 这个就是语法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 我这个表空间怎么建的这么简单 那就什么都没有指定 就指定一个表空间名就可以了 这里头实际上设了一个参数啊 叫db 叫db create file create file 就是那个指定一个你数据库建立的那个 那个路径 oracle以后就可以自动的在那个路径下建 甚至你不用指定表空间的名字 那就可以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就是直接建个表空间啊 就可以了 这个大文件啊 就是这样子的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表空间的管理方式啊 表空间的管理方式呢 也就是说表空间啊 对于自己这个 表空间上的数据的管理 大家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个人感觉有些人头已经乱了 因为我们说了无数的这个 倒不是说无数的 好几种的这种管理 比如说我们说了这个quare quare的一个存储管理 又是pcfree啊 又是pcuse的 然后呢 我们又说了一个断的管理 是吧 断又是assm 是自动断管理 还是手动断管理 这儿怎么又是一个表空间的一个管理呢 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其实没什么 它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层面上的一些管理 所谓的这个 你比如说我们说表空间有两种管理方式 一种是本地管理 一种是字典管理 本地管理 大家看一下 本地管理 它最终还是依赖于我们这两种管理方式 是吧 一种是assm 刚才讲的 一种是自动断管理 一种是手动断管理 所以表空间最后还是依赖于我们断管理的 是吧 它只不过是在表空间这个层面上可以设这个属性 那么最后呢 它的机制还是用断管理这种机制来实现的而已了 表空间的管理方式呢 就是现在说的有两种啊 字典管理呢 这个已经过时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不用了 什么叫字典管理啊 字典管理就是这样的 字典管理呢 就是表空间的一些存储信息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表空间 这个表空间的存储信息呢 它是记录在这个 这个字典表里的 也就是sister表空间上的 这个就叫字典管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建了一个表空间啊 TBSA 是吧 它里头有一些这些参数 这些参数呢 实际上就是记录在 它就把这些参数记录到这个字典表空间里面了 那么每一次表空间 比如说要扩展 要分配下一个50K的话 它就要去字典表里找一遍 找看看下一个是50K还是多少 去看一下这个参数值 这样的导致的后果呢 就是这种的 要大量的访问这个 sister表空间 就给sister表空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每一个DMR操作 因为都要都可能出现一些空间的分配嘛 只要出现空间的分配都要访问这个sister表空间 这样的结果就是sister表空间呢 有很大的压力在里面 因为所有的数据表空间的文件呢 的属性都是在这个集中在这个sister上面管理 这个不太方便啊 因为一个是不太方便 另外一个是对sister的压力太大 大家都要去访问它 最主要的一个还是效率不好 这个就是那个 因为它 集中的去访问一个东西啊 总是一些出现一些资源征用嘛 是这样的 基于这个呢 就出现一个本地管理啊 就是我们不要再把这个表空间的存储信息呢 写到这个字典表里 而是写到我们自己这个 就本身就写在这个数据文件头啊 这个就写在这个数据文件头了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文件头就写在这也是一种未图 未图方式管理啊 这里头这个通过010101就就知道了哪些数据块是空的 哪些数据块是没有空的 实际上这个0101这种管理机制就是我们的assm 或者啊 这个mssm 最终的管理机制还是这两个东西 表空间没有 它表空间没有自己的额外的一种管理方式 最终还是落在这个这个上面去啊 啊 这个就是表空间的一个啊 这就是表空间的本地管理方式 就是这样的 呃 在表空间的这个存储属性里面有这样几种啊 给大家罗列的这个地方 顺便给大家那个 呃 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多种 第一个本地和字典啊 这个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表空间的信息不应该放到字典表里去 而是说只是啊 表空间的信息就放在自己的这个文件头上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是最方便管理的 因此呢可以分成local和dictionary 现在dictionary呢已经过期了啊 这个没有用了 主流的都是这个local 那个表空间这个本地管理下呢 又分成这个这个断管理啊 表空间使用的断管理的机制呢 assm和msm 啊 这就是表空间的断管理 另外一个exand管理 这个就是有一些同同学可能比较疑惑了 我都已经断管理了 那为什么还要这个exand还要做一次管理呢 实际上他们两个是各干各的事情 他们两个是不搭界的 这个断管理指的这个数据块在这个断里面是怎么样一种存储和怎么样一种分配 就是说数据块级的一种这个管理 这个断上的数据块的一种空间的管理 是我们说的是用这个呃 位图管理呢 还是用刚才说的那个呃 free list的那种方式管理啊 这个断管理指的是啊 这个这个数据块这种这种机制来管理的 而exand管理只是每一个exand的大小的这样一个管理管理方式 这和这个块怎么管理没有关系 就是他们各干各的事情 exand管理就表示这个下一个exand是多大 说白了就是这样的 每一次扩展的时候下一个exand是多大 它有两种啊 一种是自动分配的 一种是uniform就是统一一个尺寸的 就是断管理有这样两种 因此呢表空间的属性就是这样三类属性啊 一种是本地和这个字典 一种是断一种是exand 他们是没有互相干预的啊 都是自己干自己的事情 你比如说我们呃下面的这个视图啊就能看出来 你看我们那个这个我们把我自己的数据库上建了一些表空间 你看user这个表空间大家可以看看到啊 local啊就表示它是本地的 所有的都是local啊 就表示所有的表空间都是属性本地的 呃initial extend 就是初始化exand多大 next extend呢 就下一个exand是多大 大家看到有的next extend为空啊 为空的就表示它这个是exand的管理方式是auto allocate啊 就是这个就是说自动分配 就是因为自动分配是由oracle来自己来决定分多大 它是一个动态的 因此它不好确认它是多大 因此这个是空的啊 呃这个allocation啊 allocation这个呃是system啊 就表示这个自动的 system就表示是自动的 由系统来这个管理的 那么呢 另外也是uniform呢 就是说每一个exand是统一尺寸的 这个叫uniform 你看这个就能看出来了 tsuniform就是一个uniform管理的 你看它第一个exand是一兆 第二next的也是一兆 也就是说以后每扩展一个都是一兆 啊 这个称作uniform的 那下面也是system就表示自动 分配这个段的大小 那uniform呢 就是这个统一的一个段大小 每一个段都是一个统一值 啊 这个自动分配呢 就是有时候大 有时候小 就看oracle看你这个数据扩展的情况来决定的 如果你每一次数据加载的很多 那oracle肯定一次给你扩展一个大的exand 如果你每次数据都比较少 那么oracle就给你分配一个小的exand 这样的一个好处就在于 每个exand越小 因为它管理的数据块就越少 所以它机制就越好一点 是吧 它越大 那么呢 它管理的数据块就越大 所以它的这个开销就会越大一些 这就是aut这个自动管理的一个优势 呃 那这个uniform呢 它的优势在有每一个都是一样大的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数据块的一些出现一些 那个 一些空洞 是吧 就是说那个 因为它是统一的尺寸 一照一照一照这样画下来 是一个非常紧密的 不像那个有的大有的小 这可能出现一些中间出现一些洞 呃 出现一些碎片啊 这种是有可能的 呃 说了那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空间的一个默认属性啊 就是说 假如说在oracle我们现在用的是11G的版本啊 假如说我建了一个表空间 我什么都没有设 看到没有 我只只设定了一个表空间的名字 那么这时候它的所有的参数都不指定的时候 它的默认值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就这样建了一个表空间test 呃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指定了这么一个参数 dbcreatefile啊 这个dst叫destination 就是目的目标 也就是说告诉oracle我建数据文件的一个目标在哪儿 设定了这个路径之后呢 oracle就自定自动在这个路径下给你建数据文件 所以在你在建表空间的时候就不需要指定文件 尺寸 什么都不用指定啊 这种方式很好 你看 呃 我们如果这样的建了一个默认的表空间之后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属性 oracle是怎么给的 首先呢 它是一个system 它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自动分配断的 是吧 另外呢 它是segment呢 segment 这个叫segment type应该是 这个字段 叫segment 啊不 叫segment space management 就是断管理的方式是auto的 啊 就是说自动断管理 是吧 然后呢 extend management 也就是表空间的 是本地的 还是这个字典的啊 这个是local的啊 然后呢 呃 这个呢 这个就是最初呢 设的是6k 然后下一个是没有 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嘛 所以就没有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当所有东西都不指定的时候 oracle默认给表空间的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属性 是自动断分配 自动断管理 还有本地啊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是所有参数都不设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属性 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空间的extend的一个管理方式 我们刚才说的是 它有两种 一种是auto allocate 呃 一种自动分配啊 一种是uniform 统一大小 你看这样的啊 呃 我们建了一个表空间 它是uniform的啊 你看每一个uniform的size 两兆就表示每一个extend都是两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建了一个表空间 是tsauto就是说它的管理方式是auto allocate 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看了一下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你看tsuniform啊 就表示看它每一个都是两兆是吧 和这个是一样的 每一个尺寸都是两兆 初始化是两兆 以后的每一个字扩展 nextend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扩展的extend都是两兆 它的这个allocation type啊 就是uniform的 那另外一个是呢 system就自动管理的啊 第一个是6k啊 下一个呢 就是没有啊 就表示不确定啊 oracle动态自动来分配 这个就是表空间的extend的管理方式 呃 再说一遍啊 我很很怕有些同学听不懂 段管理 表示这个段里面的数据块的一种管理方式 是一种用这个呃 空闲列表的方式管理呢 还是用这个呃 这个位图的方式管理 而extend的管理呢 是表示你这个extend的扩展的时候 按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扩展 是按统一的尺寸的大小来扩展 还是按oracle自动的决定 它下一个是多大来扩展啊 这就是段管理 一个tend的管理 的他们的区别啊 大家不要搞 搞混 呃 最后一个呢 表空间的这个属性 段属性 我们知道啊 段有自己的这个段 可以有自动段管理 那么表空间也有自动段管理 那么这两个 究竟该怎么样的一个 呃 该怎么样来区别呢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继承的问题 这就好比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压缩 我都可以对一个表进行压缩 那我也可以把一个表空间设成压缩了 那么一旦我把一个表空间设成压缩了之后呢 我在这个表空间上建的所有的表 它都继承了这个表空间上的压缩属性 也就不用再给它设压缩了 那么这个段也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 我建了一个 我在这个表空间上建了一个T表 那么这个T表的就自动的 如果我不指定这个T表的属性 那么这个T表就自动的继承了这个表空间的一些信息 呃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表空间上呢 我们再建了一个给这个表 建了一个和这个表空间不太一样的属性 那么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 你看这个是我们这表空间的一个 呃 它的一些属性 也就是它的那个 呃 它是一个自动分配的一个参的一种属性 呃 那么呢 我们看T表 T表我没有指定属性 那么它自然就继承了表空间的属性 第一个 第一个一个参的是6K 啊 第二个是1兆 这是表空间 自动扩展的时候 这就是这个表空间用自动分配的方式来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呢 给这个T表指定了这个属性之后呢 T表就会 用自己的一个属性了 就不会在管表空间上的一些属性了 也就是说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段的属性 它的优先级是大于这个表空间的属性的 是吧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段嘛 是我们手工指定的 Oracle认为你 既然是手工指定 就是认为你不想用表空间的属性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段的这个属性呢 它的优先级高于表空间属性 只有在段的属性没有设置的时候呢 表才会继承这个表空间的一些 一些管理的属性 这个就是表空间的属性和段属性 它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 我的一个数据库上 这个表空间 所有的表空间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方式 我们从这边来看 最右边看一下吧 在这个allocation type 就是说段管理上 这个表空间有两种段管理方式 一种是system的 就自动段管理 还是uniform的 是吧 有这样两种 那么呢 在这个 这个段 段管理上 刚才是extend的管理 说错了 刚才是extend的管理上 有两种 一种自动扩展extend 一种是统一尺寸的extend 另外在段管理上 有两种 一种是自动段管理 assm 另外一种 还是手工段管理 是这样的 那么呢 所有的这个表空间 都是一种本地的local的表空间 都是local的 在这个 11G下面 已经没有这个 基于这个字典管理的表空间了 剩下的就是我们一些这个初始化参数 凡事是自动 自动extend的管理的 它这个nextextend都是空的 因为oracle要 实时来决定 你们下一个是多少 它不是一个统一尺寸的 那么只有在这个uniform的时候呢 它这个尺寸才是统一的 是吧 大家看一下 uniform的尺寸才是统一的 好 那么呢 我们这节课就讲完了 我们这节课呢 这节课的内容呢 主要就讲了一个段 段和这个表空间 上节课讲了一个 块和这个extend 这四个组成了这个表 这个oracle的一个数据存储的 一个逻辑结构 这节课呢 重点呢 我还是希望大家 第一个呢 掌握这个临时表 临时表这个挺有用的 还有这个数据压缩 这个也挺有用 之后呢 让大家了解一下 assm和这个msm 这两种机制 它们的一些区别 然后呢 你知道了这个之后呢 有时候你这个数据库 需要你对这个数据块 做一些精细化调整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知道该怎么样去做 以及调整完它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才能 你只有了解它的机制之后呢 你才知道 你才能够 才敢去做这么做 是吧 才可能预测 这么做之后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样的 那么 你还能够知道 感谢观看